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一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时飞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琦 王福生介绍科技创新支撑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并且回答记者相关提问 发布会马上开始 请导播把信号切到发布会的现场 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欢迎出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今天我们请到了科技部副部长徐兰平先生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一新先生 国家药检局副局长陈时飞先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周琦先生 王福生先生 请他们向大家介绍科技创新支撑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首先我们有请徐部长做介绍 有请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非常感谢新闻媒体长期以来 对科技公安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新冠肺炎入行发生以来 前个科技家认证管车罗斯 习近平总书记等专业领导 管输加大科研公安力度的专业指示 批示精神 积人民之所及 起得了积极的进展 一是明确做什么 按照可治可防的目标要求 面对入行防控的配切需要 确定了病人学或流行病学 检测技术和产品 药物或临床救治 入苗研发 动物模型构建 等五大主攻方向 二是明确谁来做 计较主体任务 发挥中国科学院 尊识科学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疾困中心 等主体研究力量的作用 广泛等员 前国高校院所或企业参与 与一线医疗机构紧密互动 组织精锐力量 前国科研一旁起 潜力推进科技公关 三是明确 怎么做 在中央领导小组 和国务院联防联困机制的腾筹下 柳和副政理 靠前指挥 领求要求 要以结果为导向 实战应认为出发点 坚持科研与临床救治 与防困事件相结核 按照战时管理 涉力专班 刮头作战 接任道人 振奋多秒 潜出推进 优务筛检 育苗典发等 主体任务的实施 部门协同 联省联动 特色特办 核发核规 加强服务 主动对接活协调 解决 扩延一线的实际问题 四是 做到哪一步 面临重大入行挑战 第一 与广大科技工作者的 无私分线 以我国以往的科技技力 和各个部门的团结协作 科技观光工作 起得了积极的进展 在病人修和流行病修方面 第一次将分离降临出 病毒毒株 变向世界卫生组织 共享了病毒的 前基因组序列 为争断技术的快速推进 和优务苗苗开发 定理基础 此次盛化病毒 全波投进的研究 为防困资料的优化 提供了科技支撑 在优务和临床救治方面 加快推进 上优三方案的研究 专医药在走断轻型患者 向重型患者发展方面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专西医结合治疗方案 拿到了第三版 新型新冠肺炎证疗方案 临床旅魁 任入轻型 普通型患者的 抗病的治疗 拿到了第六版的 证疗方案 针对重型患者治疗 财润的 回复期卸降治疗 拿到了第五版的 证疗方案 在日苗研发方面 多路线部署 变形推进连发 预计最快的日苗 享入4月下行 左右申报临床实验 就目前而言 我国各类技术路线的 日苗连制 都基本于国外腾部 在检测试剂 连发方面 在入行之初 迅速推进 完成黑松试剂 产品的开发的基础上 加快推进 粘密度高 操作便捷的 快速检测产品的开发 在动物模型方面 完成了小举猴 感染新冠病毒的 动物模型的构建 为优物的射显 日苗的连发 以及病毒全膜机制的 研究 提供了科技支撑 自1月20号 走建科技公安组以来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对科学研究工作来说 是非常短暂的 但是对如何疾病斗争的患者来说 时间是非常漫长 全国科技界 将把人民纯准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摆在第一位 潜力以赴 不断拿出切实有效 管认的科研成果 为国家分忧 为人民解荡 谢谢 谢谢师傅 咱们开始提论 第二排就是理事 好 谢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记者提问 请问目前新增确诊病例 是否呈现放缓的趋势 现在疫情的拐点 是否已经到来 我们看到国家卫健委 近期公布的这个疫情数字 现在除湖北以外 全国的新增确诊的病例 是呈下降的趋势 那么是不是全国疫情 防控的趋势 已经整体向好 谢谢 我来回答 谢谢这位记者的问题 新冠肺炎的疫情 发生以来 当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特别是我们全国的 医务工作者 分力拼搏 全国的各行各业 都给予大力支持 所以这下您刚才讲的 疫情的防控工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疫情的形势 出现了积极向好的趋势 我在这里 这个PPT上 列出六组数字 我们概括的讲识 可以称之为四个下降 一个增加 还有部分省份 零报告 像这些几个话来 概括 这样可以让大家 对疫情的形势 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 第一个下降 是新增的确诊病例总数 在逐步的下降 全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从2月12号最高峰的 你看15152例 下降到了2月20号 也就是昨天的900例以内 这是第一个下降 第二个下降的是 全国除湖北以外 其他省份 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从最高峰2月3号的890例 下降到2月20号的300例以内 就是258例 这是第二个下降 第三个下降的是 湖北除武汉以外 这个PPT没更新 PPT往往往 就继续翻了 对 湖北除武汉以外的 其他地势 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从最高峰2月12号的1404例 下降到2月20号的400例以内 这是第三个下降 第四个下降的是 武汉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 从最高峰的2月13号的3910例 下降到2月20号的400例 这四个下降 这四个下降 还有一个增加的是 2月18号起 全国新增的治愈出院病例数 快速增加 就是这条红线 我开始往上走 已经连续三天超过新增确诊病例数 就是这条红线 超过了新增的确诊病例数 其中2月20号 两者的差值是1220例 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健身病团 新增的出院病例数 均大于或等于新增确诊病例数 这充分释放了疫情好转的信号 还有一个刚刚讲的部分省份的零报告 也就是说新增病例 零报告的省份逐渐增多 从西藏自治区1月30号 无新增确诊病例报告以来 截至2月20号 已有内蒙古 辽宁等 总共有14个省份 和新疆生产健身兵团 无新增确诊病例报告 就是所谓的零报告 其中青海已连续15天零报告 辽宁 贵州 甘肃 新疆 四个省份已连续4天零报告 新疆生产健身兵团已连续3天零报告 那么除了刚刚讲的四个下降 一个增加部分省份零报告之外 我还想给大家介绍的是 疑似病例存量正在加速消化 全国除湖北以外 其他省份新增疑似病例 逐日下降 从最高峰2月6号的2211例 降到2月20号的335例 这是一个 同时医学观察人数也在持续下降 全国每天上载医学观察的人数 从最高峰的2月7号的19万人 降到2月19号的12万人 以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全国总体 趋势向好 疫情爆发的趋势得到控制 已有部分省市出现新确诊病例的零增长 就刚才PPT里面白色的那些省份 那是零报告的省份 但是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新增死亡病例还比较多 我们仍然要高度重视 从全国来看 一定要落实好科学防治 精准实测 分区分级应对的要求 差异化推进以现役为单位的疫情防控 和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各项措施 严防疫情的反弹 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 主级战 谢谢 好 我们继续听吧 来 第一排这位外国记者 第一排 那么这位外国记者 bloomberg apologies for not standing I have two questions why was it decided that the clinical diagnosis category for new infections was no longer needed for Hubei province does that mean that all new cases of infection in Hubei were confirmed using nucleic acid tests and after removing the clinical diagnosis category why did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decrease so much from almost 1,700 on February 18th to 349 on February 19th thank you and my second question is what kind of progress are you having with trials of new treatment and drugs for the coronavirus there was some initial success with Gilead's rimdesivir is there any progress with that drug and if there is what might the next step be thank you very much 请发音一下 彭博社记者提问 请允许我做这提问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湖北省决定 不再需要公布临床诊断病例 这是否意味着 所有的病人在湖北省 只有在接受核酸检测之后 才能够确诊 拿掉临床诊断病例之后 为什么当前公布的确诊病例 下滑幅度如此之大 从18号的1700多人 降低到19号的349人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新冠肺炎治疗方案和药物的审批情况的 目前有关药物的审批情况进展如何 对于瑞德西韦的研究 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还有没有更多的进展 如果有的话 下一步的工作将是什么 谢谢 你这个问题比较多 要不分一下 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吧 那后面的两个问题 是不是请徐部长 陈局长来这个回应 好吧 要不真正 谢谢这位记者的问题 您对这个疫情的诊断情况 关心得非常仔细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昨天在联防联控机制的新闻发布会上 已经请北大医院感染科的主任 王贵强大夫 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释 我想请您去看一看他的说明 谢谢 要不研发或审批 要不请徐部长 陈局长 徐部长先请 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UO的研发问题 全社会都很关注 媒体界也很关心 我想借这个机会 简单地从两个方面回答一下 一个就是我们UO研发的一个整体的情况 大家知道UO研发时间都很长 但是这次跟我们的情况不一样 实际上非常紧陪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UO实际上还是要坚持 六个字 安全 有效 可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下面 我们正能从一些老UO中间进行筛写 我们所讲的老UO就已经上市了 或者是经过一期二期临床 它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如果在这个技术上 涉嫌它的有效性 并且 刚才提问的就涉及到 后面的UO的棍节的问题 UO再好 不能生产 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这六个字是我们UO研发的一个 基本的要求 那么目前来说 我们UO的 一个UO能够到临床 基本上是五个阶段 所以媒体上看的话 有些UO实际上 第一个阶段就是UO的抽险 实际上是我们的专家修者 根据以往的经验 和现代UO设计的一些理论方法 来筛选一些可能对 新型冠状肺炎 有治疗作用的UO 这种UO提出来现在比较多 那么第二阶段实际上是一个 体外实验 我们针对这些体内的UO 要进行一些体外的病毒实验 看看UO到底 是不是在体外有一个对病毒的医治作用 当然这一点要说 这个体外实验 并不等于后面就一定有疗效 但是必须要走的 第三阶段 如果体外实验效果比较好 我们要安排小规模的 临床研究 比如10人 20人 来考察这个UO 对人的它的适应性 就是它的反应 耐受性 还有它的有效性 要进行考察 如果在这个技术上表现比较好 我们叫较大规模的临床实验 那进一步考察它的耐受性 和有效性 在这个技术上比较好 我们才通过一定的程序 向治疗组推荐 进入我们的诊疗方案 所以第一版到第六版 是有些UO进去了 是让到这样的一个程序来做的 所以基本上是五个阶段 那么现在的情况 我今天要给大家再介绍的 第二个就是最近的一些进产情况 前面在新闻发布会上 科技部已经介绍了 我们三U三方案 三U三方案实际上 现在的进产情况是 我们首先有三个U 已经进入了 进入了方案 那就说明医生可以显认 那么第一个UO就是专医UO 第三版就进 然后第四版 第五版 第六版 不断地完善 现在看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全国专医UO参入 专医UO参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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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超过六万例 占比在85%以上 从你来看 单纯的专医治疗有一定的疗效 专医U参入 接口治疗 效果十分明显 这是第一个 这个证疗方案 第二个就是严重颅奎 它是一个上市的老幼 那么现在经过这五个阶段的实验 专医UO参入了 实际上在北京 在广东 一共是做了135例的实验 这个主体的结果我不报道 但是有一个现象 这得我们关注 它治疗了 轻症或普通症状病人 是130例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发现 一例的轻型或轻型 轻型的或普通症 向轻型转变 这是一个手指 第二个 它一共治疗了五例 轻型患者 四例已经出院 一例轻为普通症 所以整体的效果不错 那么现在已经进入 第六版的证疗方案 那么我们期望 在更大规模的实验上面 进一步整结它的疗效 那么第三个 进入这个方案里 就是 那个 回复期卸奖的治疗 这是第五版进去了 第六版更进一步明确下来 它是试问 病情发展比较快的病人 或轻型 以及微轻型的病人 这是三个 已经进入证疗方案 另外三个 现在出入大规模的实验 叫做 一个就是 法皮拉尾 这个我们在深圳 做了八十例的 对照实验 现在效果 不错 但是我们的专家建议 再进一步扩大实验 然后再考察它的 得病人带住性 和它的治疗效果 第二个就是 肝细胞治疗 这个规模比较小 现在已经有四例 针症患者通过治疗 出院 我们也要进一步 扩大它的 临床效果 第三个 就是刚才我们 这位记者先生 提出来的 瑞德西韦的问题 瑞德西韦是我们在第一时间 安排了对它的 体外实验 就是细胞混沌实验 这个效果 体外实验 表示它 对病毒有很好的 类属性 后来我们 通过有关机构 就跟接近的公司 进行联系 大家现在的情况知道 我们在武汉 有十个医院参与 进行 比较大规模的 临床实验 那么现在 钝型和微钝型走的话 现在日走大概 两倍多厘了 清醒的话 大概是三十多粒 所以要问结果的话 我跟大家一样 非常等待 它的临床实验结果 因为它是刷满实验 所以我所指导的 跟大家一样多 刚才这位先生提出来 如果效果好 怎么办 效果好的话 我想我们 我们一直保持 跟接近的公司 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我想前提在 人民利益 第一的前提下 我们会 更接近的一起 来找到 合适的 优惠问题 共识方法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刚刚这位 外国朋友的问题 我来回答一下 国家药戒局 开展药品 应急审批的 进展情况 疫情发生以来 国家药戒局 接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的 决策部署 科学有序 精种地 开展了 药品 防控 新冠肺炎的 特别审批工作 意思呢 第一时间启动了 依法启动 应急审批工作的 机制 组建了 以院士 为核心的 专家组 这个专家组呢 又来自 药学 药理 多理 临床 各方面的 国内知名的专家 确定了 我们早期揭露 随到随省 科学审批的 这样子一个 工作原则 第二呢 我们迅速的 集中 审批专家 内部的力量 制定了 抗新冠肺炎药物 研发的 技术指导原则 以及啊 药物研发 安全有效的 指标要求 主动 对接服务 药物研发 等位 助力 药物研发 能够提高速度 提高质量 三呢 我们坚决的 把药物的安全有效 作为根本的要求 要尊重科学 同时我们要创造 创新 审批工作的方法 就对成熟度 比较高的 这些药品 前期工作啊 基础 比较暂时的药品 我们开展了 并联 审批 检查 检验 这个快速审批 为防控 救治 新冠肺炎 提供药物的保障 所以从目前 临床用药的情况来看 一批 安全有效的 化学药品和中药 已经进入 一些临床医生的 用药方案 其中包括 以前 已经批准上市的 广浦抗病毒的 化学药品 和一些中层药 以及啊 已经在 广泛应用的 医院制剂 据了解呢 这个已经有 超过80个的 中药的医疗机构 制剂 已经用于 一些的诊疗 这些药品啊 在医疗实践中呢 已经取得 比较好的结果 另外呢 我们还按照 安全 手底线 疗效 有证据 质量能保证 审凭超常规 这样子一个原则 批准了 五个新药 进入临床试验 现在目前啊 进展比较顺利 集中呢 对先前 已经基本完成研究 就有仿制的 有创新的 用于非新冠 肺炎 声音症的 这种药品 凡是 列入到 科研 公关组 用于 治疗 新冠肺炎的 公关项目 这个我们 启动啊 优先 审批 审批的程序 特斯特办 批准上市 供前线医生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选择使用 选择进入他的 临床治疗方案 国家药基局啊 特别重视 疫苗的 研发进展 我们为此 特别组织了 专家团队 足以对接 这个科研 公关组 推进了 疫苗重点项目 在这个特殊的 防控疫情的时期啊 审批团队 我们做到 提前 介络 指导服务 同步跟进 它的研发进程 对于安全有效 资料口控的药品 和疫苗 国家药基局啊 将会 征锋得苗 完成技术 审批 第一时间 批准 这些安全有效的 疫苗药品 用于抗接 新冠肺炎 另外呢 我想在这里强调呢 我们非常 这个注重 药物临床试验的 质量管理 保护 受试者的权益 保证试验结果数据 真实可靠 可信 我们还部署了 各地 对防御防控药品 和医疗器材 加大阶段 检查的力度 严厉打击 支付 假裂 假冒 要挟的 违法行为 确保 安全和质量 下部 国家药基局呢 将继续密切跟踪 疫情的发展 和防控工作的需要 跟进 这些科技公关项目的 成果 和进展 做好 应接 审评审议的准备 结局打赢这一场 防控 新冠肺炎的 主机战 谢谢 好 我们继续提问 第三排 中间那位女士的 第三排 谢谢主持人 南方都市报 记者提问 我们知道 之前有专家介绍 新冠肺炎属于 自线性疾病 那请问 青春患者 是否可以在家 自行隔离服药 怎么看 自线性疾病呢 谢谢 那么请你们 院士 或者 王院士 你 自线性疾病 是个专业的属语 一般是指 病原体 急性感染以后 虽然出现 明显的临床症状 例如发烧 咳嗽 流涕 但这些症状 持续时间 不长 即使未经治疗 临床症状也会消失 不会对人体产生 永久的伤害 也不会导致慢性感染 这就叫 急性支线性疾病 以感冒为例 主要是 注意休息 保持营养 适当多喝水 即使不经过特殊的治疗 相关的症状 也会在一周左右消失 还是以感冒为例 自线性疾病 临床的病程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它们是潜伏期 进展期和康复期 所谓潜伏期 就是指病毒进入人体以后 大量的复制 可以没有临床症状 所谓进展期 就是人体的免疫系统 和病毒相互着润 导致呼吸道的炎症 等一系列的病变 同时出现临床症状 所谓康复期 就是人体的免疫功能 战胜了病毒 清除了体内的病毒 一般患者经过这三个阶段 病人可以自然地康复 当然自线性疾病 不等于不需要治疗 具体到新冠肺炎 临床上 清醒和普通型的占比 要超过80%以上 清醒的患者 如果身体的基础条件好 休息好 它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掩饰得当的话 那么发病以后 人体的免疫 在整体上是占有优势的 就有可能逐渐地康复 即使比较重的病人 如果得到即使专业的治疗 适当地用一些药物 比如必要的吸氧 就能维持一个良好的人体免疫状态 缩短发病期 较快地进入肤肤体 一般也不会造成后遗症 所以大家不必过度地十分恐慌 但是如果是高年老人 或者有比较严重的基础疾病的人 如果不重视的话 那么普通的感冒也可能引发 严重的器官和组织的省伤 甚至危机生命 所以对于免疫力第一的人群 患有新冠肺炎的话 那么更应该加倍地重视 患者尽量窝床休息 避免受粮 适当地增加营养 最重要的是 不要恐惧 要有信心 保持良好的心态 因为心态也是最好的免疫力 积极配合临床治疗 也可以逐渐康复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由于新冠肺炎的传染性比较强 不管是清醒还是重型的患者 一定要注意隔离 尽可能地避免密切接触 减少传染给他人的机会 谢谢 好 我们继续提问 第四排 中间那个名字 第四排 您好 我是澳门日报记者 根据媒体报道 国内多家科研院所 医疗机构 以及多家国外医疗机构 都在加班加点进行 新冠肺炎疫苗研发 请问一下目前我国 疫苗研发进度如何 谢谢 要不曾主任您来 这个我来回答 谢谢记者对我们疫苗研发的关心 这个疫苗是预防传染病 应该说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而且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好几种传染病 像天花 像这个脊椎肺子炎 就是小麻痹症 还有狂犬病 等等这样一些疾病 都是靠疫苗 才得以消灭 或者是得以预防的 我们在1979年 就已经宣布了消灭天花 在2000年宣布了消灭几十灰子炎 所以这都是育苗的功劳 但是育苗的研发 它也和西药一样 它的研发过程 有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程序 也是一个比较耗时间的过程 刚才薛兰平副部长 和城市副部副部长 都对这个过程 做了一些阐述 这个过程里面 首先要研发疫苗 需要设计并且确定 它的有效成分 比如说选取 适合做疫苗的病毒的毒种 并不是所有的病毒 都适合做疫苗的 也选到一个合适的 这个病毒毒种 或者是选取病毒里面 能够制造疫苗的 关键的蛋白 或者是基因序列 进而进行生产工艺的 建立和质量控制 完成一系列的实验 包括疫苗在动物模型上的 有效性评价 安全性评价 以获得足够的数据 来支持 进一步申请 开展临床实验 所以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而且由于新冠病毒 是一种新的病毒 我们对它的认识 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疫苗的研发过程中 还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中国的疫苗研发技术 这些年进步很大 拥有一批高水平的研发团队 在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下面 我们协调各方力量 来组成疫苗的研发公关团队 大家发挥各自的优势 团结协作 日业奋战 以强烈的使命感 和高度的责任感 全力以赴 加快速度 在尊重科学 保障安全 前提下面 最大限度的缩短研发的流程 力争早日投入使用 目前最新的进展情况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是五条技术路线 在同步开展 大家看这个片子上面 左边是冠状病毒的一个示意图 右边是我们开发育苗的 五条技术路线的一个示意图 最上面的是灭活育苗 就是把新冠病毒生产出来以后 进行灭活 灭活经过安全性 有效性评价以后 就可以用于临床 这是第一条技术路线 第二条技术路线是 重组基因工程医苗 就是把新冠病毒的 最有可能作为抗原的蛋白 我们选的是S蛋白 通过基因工程的办法 来大量生产 用它去注射到人体 来产生抗体 那么也可以抵抗新冠病毒的感染 这是第二条路线 第三条路线是用线病毒作为载体 线病毒是经过改造的线病毒 是一种安全的线病毒 用这个作为载体 来去表达新冠病毒的蛋白 然后它可以 这个线病毒可以感染我们的呼吸道 然后在呼吸道里面表达 这个新冠病毒的S蛋白 那么它这个S蛋白表达出来以后 又可以刺激我们人体 产生抗体 从而具有抵抗 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能力 这是第三条路线 第四条路线是核酸育苗 这个核酸育苗包括了 MRNA核酸育苗和DNA核酸育苗 这两种路线都是把这个核酸直接 当然要包一些载体 用一些DNA的载体 或者是用纳米颗粒把它包裹了 然后给它塑造到人体里面 那么这个核酸育苗进去以后 它可以翻译或者转入成蛋白质 也就是我们的新冠病毒的蛋白质 那么这个蛋白质又可以刺激人体 产生抗体 从而形成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抵抗力 这是第四条路线 第五条路线是用 减毒的流感病毒育苗作为载体 就是我们已经有批准上市的 减毒的流感病毒 把这个流感病毒上面 我们增加一个新冠病毒的蛋白 这个等于是一个双加育苗了 如果这个技术路线成功的话 它就可以既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又可以预防流感 因为这个季节这个流感也是高法季节 所以这样的话它的离创意义是非常大的 所以现在我们是五条技术路线在同步推进 目前有部分的项目已经进入到动物实验的阶段了 跟大家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如果我们把这个疫苗的研发 比喻成建造一栋楼 就建一栋楼来比喻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的进度可以说是地基已经打好了 楼体也已经冒出地面 我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一层一层的往上来建 然后再进入装修阶段 可以这么比喻一下 我们的目标如果是疫情需要 可以按照国家有关的法律 来启动疫苗的应急使用 以及应急审评审批的程序 就刚才盛世飞副局长提到的 一个应急审批的程序 在确保安全 有效 可及 这一个前提下面 估计最快在今年的四到五月份 可以有部分的疫苗进入临床实验 或者是在特定的条件下面 争取进入应急使用 这是我们对整个疫苗工作的一个 基本的分析和判断 谢谢 好 我们继续提问 第五排这位女士 对 第五排 谢谢主持人 科技日报记者 目前各行割业正在恢复 有序恢复生产 包括棱村地区正在恢复村根 请问从病毒传播的方式方面 在座的各位专家 对大家做好防护 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谢谢 要不请柳院士 周院士 可以吧 好的 我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各行业都在进入 复工复产的阶段 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当我回到办公时 我进到车间 我到田间劳作的时候 有多大的风险被病毒感染 如何防护 要讲清这个问题 实际我们要讲两个方面 一个病毒是怎么找到你的 一个病毒是怎么侵入人体的 在科研公关团队 根据前方前线的医护人员 和科研人员反映的 所有的问题可能性 比如说气溶胶 分口传播 我们都不放过任何一丝的可能性 按照不同的生活和工作场景 科研公关团队设计了很多的实验 来回答病毒的传播和制毒 治病的这种可能性和机制 我举一个例子 针对于气溶胶的传播 多个跨学科的团队 设计了很多实验 其中最极端的 我们设计了一个 达到30立方米的 气溶胶的一个 人工气候模拟的环境 这个模拟舱里 我们检验了不同的气溶胶浓度下 病毒的载量情况下 利用不同的实验动物 我们再看病毒到底在什么情况下 能够侵害到集体 所以初期的实验显示 所有的最有效的 可能最切实的病毒的传播途径 依然是呼吸道的飞沫传播 和密切的接触传播 气溶胶的传播 只有在非常极端情况下 比如说满足三个条件 密闭空间 长时间在高浓度的 病毒的暴露情况下 存在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 这个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 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如果我们了解到传播的这种特性的话 对于工作场合 我们只有一个防护途径 切断病毒的传播的路径 对于复产复工的机构而言 我们两个建议 一个对于相对人人密集的工作场景 场合要保持通风 另外一个 在工作场合里 同事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 都是有效的防护手段 即使病毒找到了我们 我们还要看病毒是怎么侵入人体的 现在病毒进入人体 都是通过我们的黏膜 也就是口 鼻 眼 主要是口鼻 所以在病毒进入人体的过程里面 做好对这些部位的重点防护 就非常必要 比如在人员密集区域 正确的佩戴口罩 是可以切断病毒进入机体的渠道 那么关于其他的接触可能性 比如说粪口传播 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临床实践和科学实验 都证明新冠病毒 是不能透过皮肤侵入人体的 所以如果保持正确的 洗手的习惯和勤洗手的习惯 是可以避免这些传播途径 所以我相信随着病人的 确诊病人和疑似病人数量的 不断的下降 随着我们对新冠病毒 特性的不断的理解 随着我们病毒防控手段的 不断更新 精准的防控病毒传播 是完全可以实现 谢谢 好 我们继续提问 来 第一排中间 这有难受的 谢谢主持人 新华社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 在第六半诊疗方案里 中医药治疗的内容 有了明显的增加 这是否说明 在临床来看 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 这个效果非常明显 能否结合一些临床的数据 再介绍一下 中医药在治疗肺炎 疫情中的工作和作用 谢谢 郑主任 好 来吧 中医药应该说是 咱们中华民族的 一个伟大创造 我们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文明 能够得以传承 能够得以延续 应该说中医药 是做了贡献的 我在这里远的不讲 就跟大家举一个 比较近的这个例子 就是在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 在华北地区 石家庄 北京 发生了以兴老盐的 这样一个局部的爆发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 所以我们的医疗条件 非常有限 加上医疗治疗的本身 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没有太多有效的 治疗手段 所以疫情的初期 病死率非常高 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么当时的中医药 积极地参与 就是特别是 明医 蒲甫周先生 蒲甫周先生 当时他是四川员 后来从四川 调到北京来工作 他有非常丰富的 中医临床之类的经验 他提出了一个房子 结合当时的气候情况 他提出了以百福汤 等等这个房积为基础 进行加减 就根据不同的情况 比如石家庄和北京 不同的情况 进行加减 给病人来治疗 显示出了比较好的疗效 当时经过中西医 当然还有各行各业的 共同努力 这个医疗的流行的疫情 很快得到了控制 这是在我们历史上 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那么很多中医理论 对这一次的新冠肺炎诊疗 也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比如中医讲的 正气成内邪不可干 是说人体正气充盈的时候 不容易受到病毒的侵犯 即使受到侵犯 也不容易发病 还有一个中医的观点讲 扶症去邪 就是强调 在临床资料时 要培补正气 驱除病邪 邪去则病欲 还有一个观点叫做 三因治疑 就是因地 因时因人治疑 辩证实质 就是根据南北地理的不同 因四时气候的不同 因病人体质和病性的不同 而失质不同 也就是辩证实质 体现了中医的这种 临床治疗个体化 精准治疗 这一个特点 这次疫情防治 国家诊疗方案里面 也很好地体现了上述的原则 就把中医的这种 治疗原则 也体现到我们中医 体现到国家的诊疗方案里面去了 对不同阶段 比如说早期 中期还是晚期 根据不同的阶段 还有不同的病情 比如说有的人有发烧 有的人可能发烧不是那么明显 有的人有胃寒 有的人没有胃寒 根据这样一些情况 推荐使用不同的方计 那么即使对同一个方计 我们也建议 根据不同的病情 有所调整 所以这些理论和原则 都体现在我们国家的 这个诊疗方案里面了 在这一次新冠肺炎的 疫情防控中 中医药积极参与 主动作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和28个省市区 630多家中医医院 总共派出了 近3200名医务人员 资源湖北 在湖北 中医药参与救治的比例 超过三分之二 也就是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病人 得到了中医药的治疗 国家和各地医疗救治专家 组终的中西医专家 协同公关 着力推动在新冠肺炎防治中 建立健全中西医协作机制 督促落实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 来努力提升临床的治疗效果 我还想强调一点 中医药和西医药 可以优势互补 可以相互促进 共同维护和增进民众的健康 这个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 医药卫生和健康事业的 一个重要特征和优势 在此次疫情防治工作中 一定要坚持强化中西医结合 把中西医协作的机制 细化和落实 更好地发挥这种特色和优势 争取早日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谢谢 还有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一个提问 第三排就来是 谢谢 风遍新闻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前一段时间 科技部曾经呼吁社会开展 千人县江就千人的一个行动 那么想请问一下 现在治愈者雪江 这种治疗方法是否已经全面推广 效果如何 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 您的提问让我有一个机会 对于献出雪奖的 看伏者表示层高的敬意 到昨天为止 我们已经有超过100名 看伏者献出他们的雪奖 这100名看伏者献出的雪奖 大概我们能支撑 240份左右的医疗润的雪奖 也就是能够对240个 准病或围准病人进行施救 您刚才提到了 在上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 科技部呼吁开展 千人先讲就千人这样一个行动 那么这个发布会以后 大家都知道 我们董南山院士 我们金银塘医院的张电瑜院长 等营藏医院的专家 都对回飞机写奖的 治疗效果和它的安全性 进行要解释 所以有关技术细节 我就不多说 我对你跟着你的提问 我主一个例子 就是前面我们在武汉 有首批是11位 接受了看伏期歇奖的治疗 其中6位是由病毒血症的 在死润歇奖治疗后 两三天后 它的病毒血症就消失 病人情况就有所好软 那么同样我们在山西 在其他地方 也有一些围准病人 接受血症 现在的情况相当稳定 所以整体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那么你刚才问下一步情况 现在是这样的 第一个 血症治疗 是近日第五版证疗方案 在第六版中将进一步完善 那很明确地 是对三种病人可以死润 一个是病情快速发展 一个是准病准症 一个是违准症 实际上是 主要是认为生命的抢救的 这是第一个 有了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实际上医生就可认 第二个 我们承担项目的公司 现在已经走着了 昨天 已经走着了二十个裁奖的团队 派出到十一个省份 也就是抗护病人比较多的 二十个裁奖团队 人家这个 我们通过一个月的研究 在裁奖这一块 它实际上后面有一系列的处理 都是达到标准化 二十个裁奖队 已经分布到前国 十一个省份 应该具备了这样一个 前国顿点领域铺开的工作条件 第三个 前几天 卫健委办公厅 专门发了一个文 要求割地 卫生系统 要支持这件事情 这就为我们前面开场工作 奠定了一个基础 所以从这个部署来看 应该说具备 比较大的一方位来 应论 抗护肌卸甲 来救治我们的 净症 或为净病人的 这样一个条件 外部条件 那么下一步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抗护者 胜出你的胳膊 卸出你的血奖 卸出你的爱心 我们也希望 取快速发展期 净症和为净的病人 他在识问血奖 有一个执行同意权 希望他们要考虑 这样一个治疗方案 更重要的我们的医院 我们的医生是主体 要按照我们的 证疗方案的要求 和一些技术规范 充分的利润血奖 给我们的 维净病人进行施救 希望 这个抗护肌卸甲 能够为我们 净症和维净病人 多一分深的希望 谢谢 好 今天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五位发布人 谢谢各位 好 感谢各位 关注今天的发布会